《逆經故事 困掛 九二 後周世中 靈父平皇帝》 九二困於酒食 諸忽方來 利用鏗字 精兇 無咎 困是樹木在不足夠範圍生長 引生受困 困是烏鴉 因為反暴 被稱為酵料 引生回饋 酒 酒瓶入的液體 即是酒 食 將口伸向載滿食物的器皿 引生進食 豬 露出地面的樹根 引生紅色 忽 用絲綫牽引亂禁酒的犬隻 荒 刀的鋒芒 引生方向 來 物子長出瑞芒 引生前尼收割 豬 禮服上紅色下身服飾 引生禮服 方來 即是將來 近來 利 以刀割和 引生利益 風利 荒 良米用的斗筒 引生有用 荒 通往高台的路 引生通達順利 草 有兒子繼後香燈 引生祭祀 草 沿路向成一進化 引生征服 荒 地面下陷 引生空險 荒 跳舞祈求 引生沒有 荒 竹踩人頂 只來殺身之禮 意思就是 酒食不夠 穿著禮服祭祀 出征會有空險 但就沒有殺身之禮 五代時期 後洲世宗 柴榮的故事 可解這隻鋒的鋒意 秦始皇統一六國到末代皇帝普宜退位為止 中國歷史上 2132 年 一共出現了 422 個皇帝 在中國史書入面 唯一沒有污點的是後洲世宗 後洲世宗柴榮 921 年 10 月 27 日 到 959 年 7 月 27 日 盈州 瑤山 柴家莊淫 河北省 迎台市 龍瑤縣 柴榮祖父 柴翁 咸通年間 一日旅舉不就 棄民經商 佈舉在盈州 瑤山 爸爸柴首禮 是盈州望族 孤母柴氏 是 是後堂李全玉 後宮殯妃 後堂名宗 李治元繼位之初 大色年輕女官出宮 出宮之後 嫁給郭威 柴榮 細哥 棄貌英奇 擅長騎舍 略通書史 和黃老之術 為人謹慎督口 後來一日家道中落 年未同貫 投奔孤母柴氏 過繼被姑父郭威為子 所以叫郭榮 郭威家並不富裕 十歲歲時 郭榮跟著商人揭諜市 在江陵販賣茶葉 對社會積弊有所體驗 開運三年 九四六年 十二月 涉丹君滅後進 郭威勸劉之遠清帝 建立後漢 是為後漢高祖 乾佑三年 九五零年 郭威任業鋪 即河北大明東北 留守書密市 天雄君子道市 受柴榮為天雄牙內指揮市 兼領貴州刺史 檢教又博役 乾佑三年 九五零年冬天 後漢隱帝 猜忌郭威 將郭威和柴榮 留居京都開封的親屬 全部諸殺 企勞派人殺死郭威 郭威用清君子的名義 殺向開封 柴榮壽命 留守葉都 主持葉都的事務 郭威發動兵變 殺了劉成佑 立劉淳的兒子 劉溫繼位 假借不乏名義 調出重兵 王其家身 翻翻開封 殺了劉溫 廣信元年 九五一年 後漢隱建立 郭威職位 視為後漢太祖 後漢太祖的妻子和三個兒子 都被漢隱帝殺了 柴榮 是後漢太祖皇位 唯一繼承任 以王子身份 八禪洲 即河南撲洋的次使 鎮寧軍截到使 檢教太保 封太元郡后 柴榮在禪州任內 為政清宿 道不犯境 深受官民已信 顯得元年 九五四年正月 在位三年的後周太祖病重 柴榮家受開府兒童三司 檢介太位兼時鐘 判內外兵馬士 同月十七日 後周太祖駕崩 朝臣秘不法喪 二十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柴榮安慰趙 在舊前職皇帝位 視為後周世宗 各位兵便那陣 殺了劉崇的兒子劉溫 二月 北漢國軍劉崇 為了佈殺子 和奪國之憾 趁後周國喪 屬三萬兵力 指引連國騎兵萬多人 南華路州 太四劍中書令逢道 以後周處於政權 交接敏感時期 大臣和將士 都對後周世宗的能力 持觀望態度 萬一京城開封發動兵變 後果不堪設想 後周世宗力排眾矣 率軍迎戰 當晚和將士 屬於惹刺 兩軍 在澤州高平之南的 巴公園遭遇 大戰展開那陣 右軍范愛能 何非步下 不戰遁潰 危險時刻 後周世宗 不謂此石 冒死督戰 率禁軍最高統帥 將永德和趙康人 左右夾擊 大敗北漢 斬殺搖將張元徽 官望的遼軍 建狀撤退 高平之戰 鞏固後周世宗地位 戰後整式軍紀 斬殺樊愛臨 何輝等 七十幾個臨陣逃脫的將士 重想作戰有功的 李松進 張永德 趙康人等人 10月 後周世宗 吸取高平之戰 軍將不用命 事不能戰的教訓 明朝康任 無天下壯士 選取優者為殿前豬斑 將禁軍整頓為一支 威震鄰國的軍隊 後周世宗職位之後 立下壯志 以十年開拓天下 十年養百姓 十年至太平 招苦流亡 減少賦稅 中原民生有所復甦 整頓理智 後周政治清明 後周世宗 解決土地問題時 探飾這樣說 軍田才是治國資本 王政之恥 任內制定軍田政策 流氓 檢入母主人的荒地 田地主人三年之內回來 只需要歸雲一半面積就可以了 五年還未回來 田地歸現在的間眾者所有 夏朝到各地 讓官民都知道新的軍田政策 讓官民都了解清楚 夏朝一年之內 大軍天下之田 社會矛盾不到緩和 唐朝好信奉佛教 到了五代十國 民間信佛已經到病態地步了 詩雄同前駐造佛將佛居 到處大使修建寺廟 很多青壯年都是寺廟做和尚 社會勞動力銳減 顯得二年 九五五年 後周世宗 針對師道真理 日益揮集 向寸之中 奇幣轉勝 夏朝推人顯得委佛 廢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 只是保留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 還值真理多達六萬一千二百人 除重點保護寺廟外 一律停廢 一定要懂得背中一定的卷數佛經 拿到專長同意 才可以出家 否則就是犯罪 禁止制佛教徒 自殘式報師 斬斷手腳 以採念等明智風氣 後周世宗這樣說 大家不要對我為佛像這件事有所而慮 佛是以善道道化世人的 如果有心向善 就是供奉佛 那同像怎會是所謂佛呢 我聽說佛為了利益其他人 就算頭、眼睛都可以報師給人 如果我的身體可以用來救治民眾 我都在所不惜 振州大卑子也尊同祭大觀音菩薩極為靈驗 撼佛像的人都是截斷手腕而死的 無人敢再動 後周世宗為了顯示毀佛的決心 親手用大斧 撼毀千手觀音同步的空暴 後周世宗以佛子一同裁 駐行周圓通保 前則和駐亮都是五代之貫 後周各父得以充實 為了糾正科舉考試出現弊端 後周世宗下召親自越南 十六個新舉進視副師、文論和策文 結果只是次李譚等四個人及弟 其實十二個人就不合格 四月後周世宗令近臣二十幾人 各贊為君蘭為臣不義論 平邊策 采立王瀑提出的 公取之道從而者此的建議 制定先南後北統一方略 明兵部站立兵法 名為制止兵法 顯得四年、九五七年 報顯得五年、九五八年 後周世宗先後三次親徵南塘 趙康人在窩口只達幾千人 擊敗萬多的南塘水軍 在青樓關大敗南塘大將王虎輝 活足王虎輝和姚鳳 趙康人三精南塘屢立其功 進身為禁軍高級將領核心成員 職權僅次於後周世宗的庫馬 張永德 後周世宗外申李松進 燕雲十六州原本屬於中原的 歷史上著名的兒皇帝石敬堂 拱手給了涉丹 顯得六年、九五九年三月 逃收復燕雲十六州 一年攻陷盈州、莫州兩州 莫州刺史、劉楚信、營州刺史、高燕輝投降 周世宗再向不停進 連陷益津關、瓦喬關、高陽關三關 收復燕雲十六州其中四州 五月以取休州那一陣 高級將領、意見分歧 後周世宗病了、字號撤退 六月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後周世宗去世 年僅三十九歲 在位五年零六個月 師號瑞武孝文皇帝 廟號世宗葬在慶寧 大臣趙康人是後周世宗最信任的大臣 為殿前師刀點檢 是禁軍兩個最高指揮官之一 後周世宗臨終一陣 將七歲的兒子郭忠憤 托沽給趙康人 郭忠憤職位 視為周公帝 公元九六零年 北漢歐傑薛班 侵入後周邊境 趙康人率兵前去抵禦 陳橋兵變 趙康人王袍加身 建立宋朝 後周滅亡 後周世宗父親柴首禮 在後周不信時期 安享富貴 為十雅父之一 觀設太子少父 公元九六七年世世 享年七十三歲 趙康人後代後周世宗後人 後周世宗妻兒 不已繼續生活下去 後周世宗柴榮 在民間被俗稱為柴王爺 宋元時期開始 被中原地區百姓奉為財神 同時亦是礦工、搖工、建築工的保護神 柴堯 是五代十國皇帝 後周世宗柴榮的御堯 創的五代後周顯得初戀 後周世宗規定 蕭製出來的合格軍詞 只是允許在宮廷使用 殘廁品全部當場毀掉 不准流入民間 後周世宗慶齡 在河南省、新鄭市、博店鎮、寧后村、寧上西側 封土原本高二十米 周長一百零五米 明朝初年在寧暮收起寧門和寧場 古柴參天 歷代皇帝、官員、文人默克 留在石碑三十多塊 都是重賺柴榮的工業 還有些古代的殘碑散落在寧前 慶齡在民國初年基本被毀 1963年慶齡被公布為河南省 第一批重點民物保護單位 2001年新鄭市政府 在封土堆前面 樹核周世宗規的碑 新栽種柏樹 慶齡被確定為全國民物保護單位 捧述 曲 También